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记住 留言 赞 分享 和订阅 记住 把这条频道传给更多听众 Hello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节的万迷早晨节目 这节节目很有趣 前日我为马斯平反的影片 引来很多朋友的讨论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我们经常说在这个频道 希望得到多角度的看法 多种不同的角度 都可以在此出声 希望大家听完不同的角度之后 有自己的订论 因为原本的订论也可能有机会改变 所以今次的主角是蘇斯加查 但其实不是为他平反 但从一个很有趣的角度 去看蘇斯加查 有位网友和万迷 帮助我 我觉得他写的东西很有趣 值得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问了他 他说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待会 当我说他说的事情 其实他是跟我说的 不过大家都可以代入我 当这位朋友跟你说 关于蘇斯加查的事 不过说这件事之前 先交代一点点 因为我昨天前晚很有心思 把那场播再看一次 专门追着 马仙来看看他的表现 亦有些数据 我看到有些朋友的留言 他们可能觉得大巴说 他表现得不好 有朋友说他表现得好 我就有点不睡巢 想看回就证明自己是对的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你就真的不熟悉大巴 大巴 为什么我会做这条影片呢 正正因为阿Lok 其实这条影片我也有说 是真的 是阿Lok的留言 首先我跟大家说回阿Lok的留言 阿Lok说 你做完为马仙来评论的影片 有没有改观 阿Lok自己 作为马仔的粉丝 你对马仔的批评 大部分我都认同 尤其是懒、易跌 唯一不认同的 就是酷波差 中观全队 除了他的发掘香利 就是寶巴 其他队友的孤球能力 与其相比 实在少数 他在球队的存在 是有存在价值的 例如 当然如果能高价卖出 应该是双赢 佳因老鼠就不能提升 他去到可以担起大忌 其实正正因为阿Lok 说了这样的留言 为什么呢 我非常欣赏他 为什么呢 他都说明自己是马仙来的粉丝 但是 对于一些马仙来的批评 他都说 我知道你说那些批评的东西就是 但是这一件事不同意 就是说酷波 所以为什么 我昨天再回第一次 专门就是想说酷波呢 正正就是我真是回应 我的影片也有说的 但我想有些朋友 听不到或者没有留意 我只是回应阿Lok 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的反思 一个机会 我甚至乎其实我当时想 会不会我真的错呢 我反而想 我是错 不训练 不训练 要说回人家 这个就是我了 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希望大家不认识大巴 可以从这件事 认识多些大巴 OK 好了 说回延归正传 今次 Soul 一起做这件事 刚才 不是 那位 和我说的那个网友 不是阿Lok 大家不要混乱了 阿Lok就是关于昨天 妈妈的事 这位是另一位网友 我都和他同意了 说不要开名 但是他说的 我觉得绝对 大家希望可以 大家听一听 分享给大家 OK 好 来啦 声音演绎 好了 这位网友就问了 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Soul B的调动永远是这么慢 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调动慢 United Stand 即是Mark Goldbridge的YouTube频道 人家现在有100万订阅 United Stand真是厉害 OK 一直都指出有这个问题 而Soul B亦都说 自己有留意Fan Channel的主流意见 意味 他应该知道别人说的调动慢的问题 既然是这样 问题就变成 为什么Soul B知道自己的调动慢 又不早点调动呢 他就说 既然Soul B知道自己调动的问题 为人救病 改就可以了 为何他不改呢 是不是因为他蠢得 你们所有球迷都是聪明的 不是 是不是因为他蠢 而你们所有球迷都是聪明的 只有你们才见到问题所在 而一个废格信身边 吸收得最多功力的弟子 就看不到 似乎有点自大 可能你会说 不少的领队 最终都是被炒 难道不是他们的问题 那当然了 但是 这位领队不止一次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在欧联的分组赛上 被看得一战的情况下 打出不错的成绩 在上季的联赛排第3 今季就已经被标签不成为真标分子 而去年就更有把握得到前四的资格 现在取得的分数比去年同场 多了12分 这样的证明 还要被自己的球迷说 能力不足 众人为亲 可笑吗 接着他回答 现在回答以上的问题 他说看看后备名单 有谁可以换 雲迪碧 一个苏比最不需要的隐缓 答案其实很简单 这个夏天的收购 没有右路的进攻点 没有可购的中坚 阵容没有提升到 卡文尼最后才能买到的老账 所以 给雲迪碧打正选 抢走马迪 麦汤 肺特 普巴 其中一个人的位置 为了让球迷开心 而令旧仗不复 落得和 柳文伯特 一样的下场 难道 这对曼联 是一队未成熟的球队 这对曼联 被摩尼奴第2季 第2 就是拿第2 那对曼联的实力差 却有重大的潜质 重大的潜力 这对曼联 需要在欧巴对黄叔第2回合的时候 仍然 要 搬奴 和福仔上阵半场 去练球 对阵曼联 有多少球传失 福仔的决定有多少次是合理 三个前场的走位有多合理呢 用了多少时间才能练成 福仔和梭尔的默契 右边 如此多的问题 在一队七年会有成组的球队而言 需要多时间解决 而求迷最希望的 就是这次重建 能够一步到位 究竟天真的是谁 所以当你评论苏B的时候 他虽然跟我说 但我相信 大家如果有评论苏B的时候 都可能想一想 可以代入这个角色 有没有从他的角度出发 这是你需要问自己的问题 如果你是他 为什么 会做出以下决定 可能 这些决定是你心里觉得有问题的 但是 尝试为他辩护 你会更加明白他之余 也会令你的思维更加广 对你的思考问题更有帮助 我不是说要说服你们 支持苏B 原本跟我说 但现在和大家说 但我肯定告诉你 他的一举一动 都是为下年铺路的 更加重要的是 他要取悦的不是 你们这群球迷 而是主宰他 税位的董事局 这是以球队成绩作为指标的比赛 而不是以多少分钟 调动合理为决定他的去留 他手上的牌 是谈不上 是好 但现在的批评 是毫无意义的 到他得到想要的人 的人的时候 才是你看到 他真正有多少真功夫的时候 还记得你说过 这个真的是我的 因为我在节目说过 雲迪可能是下半季 发挥X Factor的球员 苏B说过 他下季出场的时间 肯定比今季多 如果你的思路是正确的话 会否是下季 而不是今年的下半季呢 如果再问一次 为何苏B调动 凌之后力量不足以改变战局 倒不如 让这个 不成熟 经常犯错 心态未够强的年轻球队 得到更多 场上无合的时间 我的想法未必是正确的 但至少不是领队 是蠢才 这种狂妄自大的说法 当然 没有人会这样说 可惜每个人心里都会认为如此 这里我要停一停 因为我 没有想过苏斯卡是蠢的 我主要是觉得苏斯卡不够胆 他后来也有提及关于类似的问题 好 继续 他说 包括Marco Pritch 即是最主要的主持 都会觉得苏B经验不足 大约 只从表面事物 就老网评论 只会自暴其短 补充一下 回想当年初三个月 这就是说当初来到的时候 三个月苏B作为看守领队的时候 踢出七年未有过的阅目足球 更加在欧联打败PSG 当时在林顺调到没有人不称赞 说有废格逊的影子 可能会有心理包袱 可能好运 现在就没有了当初的那段 需要更长远的部署 想法 不可以不负责任 一年前 没有人会说高普有问题 现在个个都觉得 苏B有问题 第一个被炒的传奇球员领队 是林不得 谁在事 共勉之 这段以上就是这位朋友 我觉得他写得很精彩的 亦写得相当之好 因为他某一些 事件或者某一些角度 我的确是没有想过 但是如果纯粹我说我自己 你说我没有尝试过帮苏B辯论 那些说我支持苏斯克查的人 就会告诉你 但不是有的 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是 我跟这位朋友的看法有少少 或者这么说 做法有少少不同 就是说什么呢 我就是这样 每逢一个新的球员来到 或者每逢一个新的领队来到 我都不会 支持或者不支持 因为说真的他来到什么都没做 好了 到他慢慢做下去 好像苏斯克那样 我自己也很记得 最初来到他起码在做PC的时候 说些话起码没有磨练脏 挖泪脏 起码都很合情合理 我当时也有赞他这一件事 然后尤其是他未正式做领队的时候 我正如这位朋友所说 当时就说 缺断很强 没有心理包袱 那些换人就很精准 亦都真的打了很多好球 我也有赞他的肯定 正正 观察了他现在两年之后 你就看到那个趋势 那个trend 就是他越来越保守 绝对有可能 好像这位朋友所说 他是一个 在做一些长远的事 你这么快未知的 我们不是立刻的 这个绝对有可能的 但问题就是 在这一刻 我就觉得他 因为 刚才这位朋友说的 我可以用一些很相反的理据 都说到 跟他一模一样 都是很合情合理的 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们不是苏斯特茶 我们也不是 Ed Wewer 不是曼联的管理层 其实很多里面的 知识 是很 大家的想象空间 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外人 我们是外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新的朋友没听过我说 我最经常说的一句话 挂在口边又是什么 我们不是在 Carrington生活的人 我们不是人在那里 谁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 所以 我觉得 我为什么特意要 读这位朋友的论点 因为 真是正的 因为有些我们也没想过 但问题 我的论点 亦跟他有些不同 有些相同 还有 我想他有一件事 他提醒我 不要常常想到一边 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你 又开始 又拍大 这个叫做 白迷早晨 这一件事 其实我的trend 是很简单的 未做事之前 不要有评价 不要觉得这个人可以 或者不行 有些朋友倒转的 没有对错的 有些朋友一开始 苏比一来就说不行 然后现在就说 不行了 拿不到 他觉得自己是对的 因为他的目标 苏比一苏 苏比一苏 苏比一苏是拿冠军 苏比一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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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比一苏是拿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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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永远有一个新的领队 新的球员 看看 为什么这么快判断呢 但是 苏比一苏比一苏 苏比一苏比一苏 不是未给他足够的时间 那 相反 这位朋友 这位跟我留言的朋友 他就觉得 苏比一苏更加需要长远 做更加长远的事 OK 但是相反 我的看法就是 是的 我不反对要做更长远的事 但是短期之内 都要达成一些目标 当然 又是那句 这位朋友说得很棒的一件事 我觉得就是 大家要留意 苏比一苏不是 你这群球迷的 但是他要 管理层 OK 这一件事又是无限发挥的 究竟管理层是想他怎样呢 又是我们喜欢怎样想都可以 我们完全是可以大胆假设的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这个台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呢 实在有太多不同的朋友 在说不同的东西 还有 有一件事我真的要 在最后说到这里 真的要和大家说 我这么久了 就是说 包括这位朋友 都觉得 我是要有一个 就是叫做小小领导大家的角色 但是我说了很多次 我做这个节目 是为了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的角色和我的位置 是和大家一样 都是一个曼联求迷 我是想带出个 话题 带出个题目 出来大家讨论 我当然有我的观点 是不是 因为你又是你的观点 他有他的观点 每个人都有他的观点 我最主要是想带出个问题 告诉大家我的观点 但是我绝对没有这个 兴趣 真的没有兴趣 大家要跟着所有的观点 我就正确定了 完全没有 甚至乎 我最想是 大家拿出你们的观点 大家一起讨论 所以这个频道 会看一定是看留言 而我 我不知道是不是唯一 大家留言告诉我 你是否看所有留言 我就肯定我自己 是你们所有留言 我也有看的 因为我最着重 就是带出个题目之后 说了我的观点 看看其他人有什么 其他观点 正如正正就是 Mashe那件事 如果有些人 说了些观点 我觉得 跟我相反 但是正的话 这个正正就是小弟 反思 最好的机会 反思 是令到人进步 这是我自己相信的 不知大家信不信 OK 说多了 今次就这么多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